早安 早安 大家好 很久沒有在家裡VLOG過 除了VLOG會比較多在家和大家VLOG 其他日子都是出街和大家VLOG 現在不方便經常看出去 所以之前有個留言說 其實都興趣看你在家做什麼 OKOK 平時我在家就工作和工作 所以很多時候沒有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不會和大家說話 我就是不停打字 然後我覺得很悶 今天比較放鬆一點 因為我過往兩個週間都工作 其實我應該有兩個至三個禮拜 是沒有放過假的 所以今天剛剛的時間就得到可以放鬆一點 我今天就VLOG給大家看 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拍兩條片 加上這一條就三條片 如果完成了這堆東西之後 我有些計劃的工作要做 然後後來就完成了 我想我都會做整天的 不過可能會早點下班 我這塊臉 我想和大家也一樣 你看我 前兩天我戴了一個正常的面膜 我這邊臉就弄成這樣了 但我這邊臉沒有東西的 不知為何我玫瑰座瘡 都是這邊臉會很臭 這邊臉沒有東西的 我想我將來要這樣 我因為要拍片 所以現在就要找我眼耳口鼻 讓我更表現的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要塗唇膏 多少年沒塗過唇膏 我現在只是拍片才要塗唇膏 其他日子基本上只用潤唇膏 大家都是一樣的 因為被罩罩罩不知塗來做什麼 我經常在笑幾個月後應該不記得怎樣化妝 因為真的很少化 而且有很多皮膚問題都要弄點它 我其實很想剪頭髮 但現在我還是不去刺 因為我自己的頭髮本身是很亂 像鋼鮮 所以剛才大家看到我未夾的時候 基本上這裡是嘟 這裡是嘟 我要夾才是正常一點 也不是很漂亮 但正常一點 我覺得我劈音不可以到潮濕的天氣 因為潮濕的天氣 我的頭髮不受控制 夾都不會有這個效果 都會有點散和有點彎 所以我都會剪頭髮 也會剪短 而且我覺得這裡也很長 想剪到這裡就會舒服一點 不過遲些先去剪吧 現在我弄好樣子 我打算去拍片 拍完片後我回來再更新一下我一會兒會做什麼 我回來了 現在已經到了下午12點2個字了 我都未吃東西 我最近在家都沒有吃早餐 因為動動得少 我就過了早餐 因為起床都不餓 我不想硬吃 所以現在就要去吃我的第一餐 大家猜一下我的第一餐是什麼 全麥包 但我只塗了牛油 給你們看 待會你們又怕又說我胖了 我是牛油怪來的 不是經常吃OK 因為不想下街 為什麼我很慘 因為我家的雪櫃壞了 然後我完全沒有菜可以煮麵 我只敢吃麵是不得的人 我無論如何都要加幾條菜 香腸 然後可能加些丸 我才會開心 但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因為雪櫃壞了 所以我只有麵包和牛油 所以我加這麼多 其實是自我安慰來的 但你見到很平均牛油可能是很害怕也不奇怪 每個人都不同的 我現在先去吃東西了 我現在先去吃東西了 真是有點餓 剛剛我做了什麼 剛剛我吃了消息 寫了歷寫了 現在用15分鐘就寫完了 因為只有100元 從起床到現在做了些什麼 看看自己用了些時間 然後上載了今早的影片 現在在IG在記錄我清洗30天 主意是這樣的 玩30天 第一天可以清洗一件事 第二天可以清洗兩件事 第三天可以清洗三件事 如此類推 三十天要清洗三十件事 沒有聲音 要清洗三十件事 這三十天內清洗了465件事 是一部分我的旅程 因為多了時間在家 應該怎樣說呢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在家 那些東西沒有在你身上 你就會忘記它 那些櫃桶不開就有它 當沒事發生 但經常在家找這條路就會發現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我看到Minimalist上網有這個挑戰 我加入了 我現在在IG每天在記錄我清洗了什麼 如果你想看都不會混合了 我加了在highlight那裡 我去我的profile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個圓圈 圓圈寫著Declutter 就是我每天清的東西 我加了在highlight那裡 只要你之後看都會覺得很興趣 然後我就在想 其實都蠻享受的 因為每天要逼自己去清某些東西 我今天又清了一些東西 當然不是為了清而清 那些有用的東西就不要清 但可能你很久沒用過 那些衣服你過往那一年都沒有碰過 那些可以捐了它 因為你整年都不碰你碰到極有限 所以就是用這個模式清東西 我覺得和我的no buy challenge很配合 又不買東西又清東西又多多點位置 我知道你們想說什麼 你們會說那又可以再買過 不買 我現在no buy challenge讓我休息一下 之後的東西再算 又在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蠻興趣的 還有我現在在想可能把IG story 因為最近都少出去 就算我平日的日子都是比較少出去的 沒有別人的生活那麼多姿多彩 你看到我今天都是蹲在家 其實我上去的日子的生活都是蹲在家 但可能沒有抗疫的時候 我就會走出去吃東西 可能會去多點店舖 或者跟Mr.Honey出去多點下去 但其實如果是經常工作日子的話 都好像今天這樣 我就想不如IG story跟大家玩些challenge 即是30天什麼 可以開個highlight來鎖住 你們遲些看又覺得有趣 我覺得又可以建立一些好的習慣就是這樣 未想到下一個challenge是什麼 我覺得都是隨緣 很佛系的 都是隨緣 到時就再決定 不過這個是初心 話說前幾天我obsess with什麼呢 最近我覺得我寫手帳寫得很成功 record我的day 然後我前幾天按一下 我最近喜歡看韓國的頻道 不知為什麼 可能一按就會不停彈你 然後我又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看到有個女生就用iPad的app GoodNotes 是用來做他的手帳 就是Digital版 我之前也試過做Digital版 最初那幾天是很有心機的 但搞就搞就忘記了 因為本書不是在你前面 就忘記了 搞就搞得很爛 沒有寫到的 昨天看到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想一下有什麼可以計劃 然後我就... 你知道我瘋了找東西來做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用GoodNotes 去做一個calendar 就是落下我所有社交媒體的工作 哇...我前兩天搞了很久 你知道的啦 又沒有到有那件事是會搞很久 然後中間就想一邊罵自己 你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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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就是Instagram有些什麼post要出啦 我自己的IG即是有什麼東西要出啦 不是有什麼東西要出 而是有什麼東西要出啦 所以就開始把那件事... 不應該說 把自己抽離去看宏觀一點的planning 因為你知道IG... 我不知道你們啦 IG對我來說 除了Youtube之外是會拍定影片某一天照片之外 基本上社交媒體都是很... 主導過來就吃東西 喜歡post什麼就post什麼 沒有太多planning的 我覺得我自己的就OK啦 因為我都要有東西做才有東西分享 我沒什麼做 我覺得不post都沒什麼所謂 在IG story跟大家有時睡一下 但是公司那個都要有些planning 因為每一天的post都要有些不同 如果不是今天的post跟昨天的post一樣 大家就悶死啦 就是因為前兩天做了一些planning 抽離了整天是executor的角色 然後我就想到一樣東西了 我先去Honeybeauty的IG story 先去HIGHLIGHT的軟圈那些 我現在分的category 我覺得如果你們去看會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我就分為防脫髮的產品 如果你想找什麼的時候 一按進去那個圈圈那裡 就有些產品可以給你有個想法 什麼適合你用的 例如油眼必備 你的眼睛很油的 有什麼適合你 暗瘡、暗粒、黑頭、乾肌、敏感肌等 As the month goes along 也會有更多的category 我就是想了一頓懵 我基本上對著iPad 是細軟細了很久 我細到很多category出來 然後我就現在照片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planning也好 因為我開始擔心會不會 因為Mr.Honey 因為我跟Mr.Honey說 我現在用iPad做這個東西 Mr.Honey看了 你又多個calendar 然後我就說 這個是社交媒體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想 其實我也有點了解他的反應 因為可能在他的角度 我用了很多時間去做planning 但是少了時間去做那個事情 或者execute那個事情 我還未知道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一個平衡 你不試就不知道 所以我要試一下看這個方案 是用了很多時間去planning 但是我想看看這個方案 會不會將一些很零碎碎 濕濕的東西可以組在一起 比較宏觀一點 去看那件事的時候 是make more sense 就是這樣了 還有我覺得用了時間去planning 另外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你做execute的時候 可以execute的很快 就是這樣了 我又說到很遠了 為什麼我無故說了這個 topic Anyway 因為update大家在做什麼 最近就在做這件事 裡面都不是有太多outstanding的東西 我唯一一個outstanding的東西 就是這個vlog 之前我禁買的那條影片 我有說到我5月會跟店長去大阪 監製都會去的 蠻興奮的 因為沒試過三個人出門 這次是第一次我拍到很貧能的 因為我又要顧著對著自己說話 又要顧著帶大家走 又要顧著拍完的東西才吃 所以很多時候就很貧能 所以這次的旅程會有店長和我一起出演 然後監製就會幫我們在背景補拍照 或者是幫我們拍一下東西 拍我們兩個一起瘋狂的時候 可能看到某些產品或某些品牌 瘋狂的時候的一些表情動作 但是其實我不太樂觀我們會去得到 因為我聽好像日本說 遲一點再決定奧運怎樣 好像說5月底決定 所以如果他打算5月底才決定 我想他的情況都未必好如理想 所以其實是未必去得到的 當然我禁買那條影片的時候 我講得很老定 但是我也有心理準備的 我都跟店長說了 跟監製都說了 如果真的安全 因為最重要是安全 不止我一個人 我還有同事 還有你坐飛機 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對自己負責任 對別人都要負責任 我就說了 如果是安全的我們就去 我知道你們都等了很久了 但如果不是那麼安全 有少許不安全我們都不去 因為我覺得去玩要開心 不想擔心這擔心路 我現在暫時還未有更新的資料 就說酒店、機票那些怎麼辦 因為現在暫時他們都說到4月尾 但未說到去5月的時間 所以我想最新的更新 要可能去到4月頭、4月中 才會有些出路 到時我才知道去不去 因為我們預約這個旅程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未發生 所以我們預約得很肯定 然後還說OK了 不會改的 誰知道有些迷惑 但我覺得不要緊 最重要是去得安心、開心 遲一點去就遲一點去 沒所謂的 我們大家已經心理準備好 不過我到時會在IG告訴大家 讓大家知道何時期期待有Vlog 或者沒有Vlog 我知道大家在等我們的旅程Vlog 我也在等 我希望抗完疫後 其實我有兩大件事想做 第一件事就是剪頭髮 其實很受不了 第二件事就是去旅行 對啦 去旅行 去休息一下 因為壓力很大 可以去放鬆 就是這樣 現在4時半 我已經做了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剛才聽了同事的分享 然後有些回應 所以又搞了一會 我想我大概完成了 我都不做什麼計劃 我明天的時間會比較好 明天頭腦清醒一點 因為今天做了太多事情 頭腦有點緊 我打算去打機 我又拿上星期做了SWITCH的遊戲 我又拿了Super Mario Deluxe出來打 因為監製幫我剪完影片 他在旁邊放了很漂亮的官方片段 然後我自己看一看的時候 我明明說那個遊戲不好玩 因為太難了 然後我又被它燒到 所以看電影片 怎樣說呢 有時都很燒的 我心想看著那個電影片也不是太難 其實是不是我弄B呢 後來我又拿出來玩的 然後跟監製打機 我們又再研究了一陣子 他就提醒我 不如你用粉紅色的蘑菇來打吧 好像比較容易跳 然後我說是 那我不用那隻壞東西了 那隻不死的東西都很難跳 我現在就用粉紅色的蘑菇 好像比較好 我也有一關死了十次 但我覺得不放棄的精神 還有說到打機我又想起 之前我看到你們有個留言問問我 Work from home 有沒有一個schedule 是不是9至6就工作 之後就可以放鬆 其實我是沒有的 因為我每天都不同的 我工作了好幾多年 我綜合了是不行的 如果我設定了自己的9至6 對我來說太Rigid 因為有很多時候有些很趕的東西 例如有一期搞口罩、搓手液 基本上那些搞了我好幾個星期 我連weekend都沒有的 回覆大家PM、出post 然後更新的同事 然後找貨、找貨、跟別人溝通 變成好幾個星期就沒有weekend 工作都大概10小時以上 但我又覺得OK的 因為是Depend 我自己的工作生活很Depend 例如有些比較趕急、有些比較混亂 我會先做 有沒有假放對我來說不太重要 因為假期不會離開的 遲些工作都有空一點 所以我又未必真的會放星期六、星期日 因為有時會有些情況要消費星期六、星期六 反而每一天我會看自己有多少東西 或者有多少東西趕急不趕急 有時不趕急我都會退到第二天 免得 calendar這麼jam-packed 因為有時太jam-packed是想不到東西的 反而我自己一起來喝完杯咖啡 好像今天這樣大概9時就開始工作 工作到吃午餐 其實是我的午餐 就是早餐家午餐 吃了午餐之後15、20分鐘 然後又繼續工作 Depend on日日怎樣在我前面那裡 因為有時我可能預料那天我沒什麼特別 但突然爆發的東西就會很有特別 所以真的會有特別的 如果好像今天是這樣的 去到4時多都沒什麼特別 店舖都OK 自己做的東西都OK的話 我做完的話 我會叫它一天 然後就去打機 讓腦子休息一下 因為長期大過班 或者是長期都處於作戰狀態 都是不行的 都要放鬆 你休息就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大家想問我 究竟我是不是每一天都會是9至6 然後下班的呢 就不是的 是不是的 Depend 就是這樣了 我現在就去打機 今天我有個感覺我都拉到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這個VLOG就是我坐著跟你拉 你拉很長 所以我都結束VLOG 因為我晚一點 雪櫃壞了 所以我要出去吃飯 我都是外出隨便找點東西吃 然後晚上可能看Netflix 那些 我重複一下 就是這樣了 希望這個VLOG雖然在家 但也不會悶到大家 大家的感覺可能比較家庭 我們下次再聊 Bye Bye